海贼王970集,光月玉田要是联合莫莉娅,能干掉四皇凯多吗? 海贼王最新一期的动画970画,在上一画之中,光月玉田再次回到何之国,不过在听到大蛇将军和凯多在何之国的暴行之后,他果断地带着炎魔和天鱼与斩就奔向花之都,想要一举拿下大蛇将军这个罪魁祸首,让何之国恢复和平和安宁,好为外来乔迪博弈的出现。 光月玉田提供帮助。 光月玉田被屏障果实阻挡,八坡潜力无限。 以光月玉田的实力,大蛇将军手下的那些人,自然不是他的对手,光月玉田很轻松地就打向了大蛇将军所在的大厅。 可惜就在光月玉田即将要干掉大蛇的时候,被他手下的琵琶发尸黑炭蝉丸,用屏障果实的能力,轻密地挡住了光月玉田的攻击。 由此可见,草帽海贼团旗下大船团之一的船长的巴托洛米奥,未来的成长空间还是很大的,连接近四皇的光月玉田都没能砍破屏障果实制造的屏障。 虽然不知道现在的巴托的屏障是不是可以挡住四皇的一击,但是未来可期,如果那个伊丽扎贝罗国王的一拳真能达到四皇一击的程度,巴托的屏障是完全可以承受四皇一击的。 光月玉田被大舌和凯多欺骗,成为傻瓜殿下。 因为没法干掉大舌将军,再加上凯多的出现,光月玉田不得不和大舌将军,凯多达成协议,只要他们不伤害和之国的居民,并且之后离开和之国,光月玉田暂时就不和凯多等人对抗。 虽然说光月玉田的想法确实很天真,不过这也没法说什么,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罗杰和白胡子的影响,不然以光月玉田之前的性情,估计直接和凯多,大舌他们拼命了。 之后光月玉田是身裸体,在和之国的各个地方开始跳舞,虽然被人称为傻瓜殿下,即使如此,他还是没有放弃巡查和之国,依然每周都去和之国的各乡巡查一下,防止凯多和大舌伤害和之国的民众。 要是光月玉田联合莫莫莉亚,能干掉凯多吗? 一年后,光月玉田得到了罗杰牺牲的消息,他痛苦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恢复。 光月玉田就这样又过了四年,而在这期间,外面来的海贼,月光莫莉亚带领着月光海贼团在和之国的领后,与凯多海贼团大战了一场,不过最终穆莉亚战败,并且发生了龙马墓背道事件。 说实话当年的月光海贼王还是很强大的,不然莫莉亚也没板子敢去挑战凯多呀,但是的凯多虽然不是四皇,但是绝对是大海之上最强的几大海贼团之一,莫莉亚没有实力那里敢和凯多海贼团叫板。 要是当时的光月玉田能够联合莫莉亚的话,估计可以轻松地赶走凯多海贼团,即使是后来莫莉亚想要反脸,但是以光月玉田的实力,对付被打残的莫莉亚海贼团,应该问题也不大。 因为跟随罗杰和白胡子时间太长的缘故,光月玉田可能确实是有点天真了,以为凯多也能像罗杰和白胡子那样守信和善良,不然联合和之国的武士,完全是可以击败凯多海贼团的。 更别说,后来的莫莫莉亚也来挑战凯多海贼团,要是能够趁机联手莫莉亚,想要推翻凯多海贼团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,可惜都被光月玉田给错过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